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不过今天新增4宗 限聚令和停业令要继续多14日 未来14日亦继续成为关键 抗疫当前大家都放下了正常生活 而在以色列星期日就有大约2000人示威 他们戴着口罩 保持大约2米的社交距离 国际舆论焦点就是他们抗疫不忘维权 至于香港过去一个星期 亦都不能够专心抗疫 上次管治班子 下次普通百姓 亦都要重新认识《基本法》 重新去理解香港管治和法治的基石究竟是怎样 上星期一的复制洪假 港澳办和中联办先后点名批评 立法委内会负责选主席郭榮鏗 说涉嫌公职人员行为失当 引来两办是否干预香港内部事务 违反了《基本法》22条的质疑 特首很快第二天跟大家说 说中央关心理所当然 何来干预 但就释除不了疑慮 去到上星期五 中联办再发稿 说港澳办和中联办 就是中央授权 负责处理香港事务 而不是《基本法》22条中所说 一般意义上的部门 是回归23年来 中联办首次正面回应 同22条的关系 民主派和法律界都有批评 说中联办是用新闻稿去自行释法 彻底踐踏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中联办和港澳办接连激起的浪化 是越浅越大 根据《基本法》 香港直核中央 同时享有高度自治 这一点无容置疑 但递属于国务院的港澳办 以及作为中央駐港联络机构的中联办 为什么不是属于22条所指 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各部门 虽然曾经是《基本法》草委的 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过 说22条的原意只是针对省市部门 但社会仍然有连串的问号 到星期六挨曼 政府就发新闻稿去回应 但这样做的话 是否可以释除外界的恐慌 挽回大家对《基本法》的信心 我们说的每一句说话 就好像潑出去的水 不是说收回就可以收回 但政府经过多层审批的新闻稿 一日之内就连改了三次 由最初很清楚地说 中联办按着《基本法》第22条去设立 四个多小时之后 删除所有和《基本法》第22条相关的字眼 隔多一个小时之后 政府凌晨再出稿 所用的说法就直接引用了中联办的说法 他们不够六个小时之内 三次去改写特区政府 对中联办和《基本法》的理解 而最新的说法 还要和过去23年来的官方文件有大出入 法律学者陈文敏就形容 法律解释 如果因为政治需求而随便改变的话 《基本法》就会是名存失望 《基本法》委员会委员梁美芬就说 是大家过去对22条存有误区 人就有30而立 《基本法》也都已经颁布了30年了 为什么教大家唱《热爱基本法》 当年的特区政府都会误解了《基本法》呢? 没错 在这些不同的政府文件里面 对于《基本法》22条 对于中联办的定位 是不完全清晰 也未必是一致的 但是现在的立场是非常清晰的 任何人去将中联办 进行这些合宪、合法、合理 在这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行事的言论 视为干预 我认为是别有用心 主管政制及内地事务的聂德权 昨晚深夜在Facebook出post 指第一份新闻稿的陈述和事实不符 他对于信息混乱深感抱歉 这个贴文背后 牵引出今日震惊政界官场的大地震消息 早上有消息传出 聂德权要为近日《基本法》争议去负责 仕途亦都可能出现变卦 可能出现变卦的不止他一个 今天先后传出班子里面 会有五个局长的位置会有变动 消息还说 另外有四位局长是没得留下 还已经传出会接任他们的人选出来 而聂德权被指会调去掌管公务员事务局 问责制推行以来 公务员事务局都是由公务员升任 已经离开公务员体系的聂德权 如果真的要接掌公务员事务局的话 管治制度是否又要变 对管治根基有无破坏呢 本场震荡的同时 港澳办今天连发三篇 再次批评郭榮鏗 以及支持警方早前拘捕民主派的行动 亦都强调中央是有权力 有责任维护特区献制秩序的 但是这个秩序 是否大家想见到一直理解的秩序呢 试点擂台第二回合的参加者 是家里堆满书的刘伟聪 没得收拾的 也许是你找一个大一倍的地方搬出去 也许是你找一个大大的仓 摆开他们 读书多, 讲话机会同样多 他曾经是港大辩论队队长 现在做大壮 还兼任大学客席教授和区议员 上庭的时候 你真的要讲道理 你真的要讲法律 辩论来说 首先应该未必需要多讲法律 可能要讲基本法22条 他这次的对手 就是说官员不掌握 如何解释基本法22条的叶楼淑怡 的党友金文峰 我不认识他 其实我没听过这位人的名字 我之前真的搜索他 还搜索错了 为什么没有这个人呢 因为我是金字 我经常想是金正恩的金 那你对今次的辩认有信心吗 有的, 有的 我相信你这些事 如果我现在死的话 我一生都是在做这些事 由读书至工作 我都是在做这些事 有的, 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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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就是找你也容易 你留我的电话 你写下我的电话 金文峰做过四年区议员 他用年轻学者身分搞智库 又会参加电台电视台的论证 做过中学辩论比赛的评判 你觉得自己说话漂亮吗 这个要看观众去评价 但是起码我认为 我可以很流畅 和这样把自己的立场说出来 那经验也有的 那我们自己 譬如区议会都会在里面 在镜头前面 就不会太担心 我想我自己的表现 也算是淡定的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你好 不用客气 我也能了解过 究竟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政见是怎样的 不过真的直接聊天 也没试过 希望稍后可以有些火花 拆出来 可以听到一些前辈的说法 譬如毁吻再加 就位进再加涂结 其实这个配搭也很新鲜 他们评判练入的环节 甚至可以一起辩论 这个机会也很难得 没说没信心 因为我想我自己 对这个议题也有做了一点研究 希望大家稍后可以有机会 可以听听我的临点 各位, 欢迎收看 事典31的特别讨论环节 事典擂台第二回合 大家看过上一个回合 都知道我们擂台 除了有两个嘉宾 还会有评判团助阵 这次有什么期望 先问问三位 不要答声 不要答声 不要答声和辩论到题 是吧 我当然希望是有 比较有深度 然之有密的辩论 因为我们本来的节目 的中指 希望可以promote 这件事 事不宜迟 我们先讲讲今天的变台 今天的题目就是 香港人智慧长城 23年前的港独说 他不忧虑香港的自主权 会被北京剥夺 反而是断送在香港某些人手上 但它可以被扩下来 一步一步一步 而是香港人在香港 回归后几年 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 高度治治 大家挂在口边 不过回归了六年 政府说要立国家安全法事 有一班香港人走出来反对 一年之後 當時不少政黨都在說的 0708普選, 無法發生 起立… 政改方案討論了這麼多年 都沒有停過 人大通過831框架 觸發佔領行動 結果普選沒有出現 反而出現了黃色和藍色 韓山道綻 佔中之後出現了這些年輕人 結果他們有人參選過 但再參選時, 非裁定提名無效 嗨, 姐姐 請你按法例 這些人有人當選 但出現宣誓問題 政府提出司法覆核 人大又要釋法 最終年代多人失去了議員資格 四十個立法會議員支持高鐵西九站 成為內地口岸區 內地人員可以執法 為了要送他去台灣 政府主動修訂逃犯條例 可以處理台灣事業謀殺 香港人現時的問題 結果他還在香港 但就有超過7000人被捕 警民關係前所未有那麼緊張 回歸時做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說過 中央對香港是河水不犯井水 現在河井界線開始模糊 這一個是不是香港人 自毀長城的結果呢 各位, 大家不會因為這一分鐘 而記得我 大家應該因為這一分鐘而記得 甚麼是香港人, 甚麼是長城 各位, 林鄭月娥不是香港人 為甚麼? 凡是出賣香港人的利益 出賣香港前途的人 是沒有資格做香港人 我們才是香港人 去年夏天以來 我們有份常界 有份抗暴的 這些都是香港人 長城是甚麼? 長城是一個比喻 長城是中華文化裏面 大一統 專制 勞役人民的象徵 因此任何強加在香港人身上的長城 就是強加在我們身上的專制 我們香港人 應該要自毀長城 應該要去反抗 對抗 所有加諸於我們身上的 專制、暴政 因此香港人 是應該在這個角度 自毀長城 希望大家能夠明白這個比喻 這個重點 多謝各位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說到長城 其實長城是甚麼呢 剛才我聽到一個竟然將長城 負一個非常負面的價值 其實長城當年秦始皇當時連接 其實是保護自己的領土 希望保衛我們非常重要事物的工具 今天我們香港要保衛甚麼呢 就是我們的一國兩制 我們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 其實我們很需要在地方和中央之間 是一個非常強的信任 但我們看到回歸這麼多年以來 剛剛大家看到很多片段 其實我們發覺 我們香港人和中央之間的信任 其實是越來越低 這件事是我們看到我們的長城 保衛一國兩制的長城 慢慢被摧毀 因此在今天的論題裡 我覺得香港人的確是自毀長城 而這個長城其實是 我們有可能 也應該繼續加強 就是如何我們香港人和中央之間 加強我們互相的信任 才能夠保障我們的一國兩制 保障我們一直以來 我們都喜歡的一個生活 所以我希望大家從今天開始 記得的不是我 或者記得甚麼是長城 先生,其實在你心目中 長城是分隔兩地 還是令兩地更加容易融合 其實我想我剛才的立論已經很清晰 長城一開始 就是保衛自己一個很重要的事物 的一個工具 就是保衛我們自己的工具 所以不是說融合還是隔離 而是說我們有甚麼東西 香港人覺得是重要 而我們希望用這件事去保護它 我說到就是一國兩制 想想辦法如何增加中央和地區的信任 但我看不到你在整個立論裡 提到甚麼出來 問題就是長城如果是改中國 和我們香港特別行政區之間的信任的話 這就不是一個有效的分隔 一國兩制不是來自信任 一國兩制是來自有效的分隔 你說到原來我們要保留這些東西 就是要摧毀我們自己的長城 那究竟你說所謂摧毀長城是甚麼意思 就是要打倒香港這個政府 打倒中央這個政府 其實在整個立論上 其實完全沒有提過 究竟長城是甚麼 究竟我們要怎樣才能保障到這個價值 我想這件事 我們最大分歧就是 我認為長城是保護我們自己 而認為長城是一個分隔 其實基本上不是回應我所說的 他只是說我不同意長城是這樣的 長城其實是甚麼… 那就算了 信任不等於是完全融合 我想你們將兩個很明顯不同的概念 混在一起 然後想擊倒我這個立論 當中央不再相信地方政府 就有可能趨向一國一制 因為這始終只有管治的問題 我說出了長城 是我們香港而保護一國兩制的工具 這件事很強的工具 而我們這個工具就是一定要想想 如何可以維持雙方的互信 那林鄭管治下的特區政府 一晚之間改了三次他們的公告 這些是否自毅長城 這就是證明政府他們的能力不足 錯了就要改了 林鄭,她一晚改了三次這些公告 你認為只是能力不足 而不是自毅長城去奉承中央的話 這個究竟是你認知上有問題 還是政治理念上有問題 中聯辦其實前身新華社香港分社 1945年已經成立在香港 有甚麼可能是根據基本法22條去成立 這是很明顯的錯誤 特區政府改,有錯改之 難道這樣就叫做自毅長城 我很難理解 因為你不明白 長城在中國文化上那種象徵意義 用暴政來驅趕人民 用自己的血和汗 建成的一個弘大建築物 而這個弘大建築物 建政的就是中央集權 因此長城不是我們值得驕傲的東西 長城是令我們明白到 中國的古代史 專制政權是多麼可保 但更加可保的就是 專制政權來到今天都尚未滅亡 尚未消失 金先生,你是否香港人 我絕對是香港人 假設為了討論起見 如果你贊成,假設你贊成 長城是一種暴政的話 我們香港人是否應該努力地 反抗這種加諸於你身上的長城 這件事是一個很假設性的問題 因為我根本就不同意立論 然後你就逼我同意立論 然後去你思考的陷阱 我絕對不會走這條路 相反,我可以邀請你 其實你也可以看回長城的本身 一個很重要的 在我們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很重要 防保家衛國的作用 究竟我們是否應該要繼續努力去守這個長城 不要再毀這個長城 我覺得這個長城是直接應該拆軌的 等等各方面 我覺得這件事是挺新鮮的論點 如果大家留意或者看看 其實他們從來沒有嘗試 去回應我說信任的事情 因為他們知道這件事是重要的 只不過他們不踩下去 因為一踩下去 難道你說信任不重要嗎 難道中央和地方的信任不重要嗎 因為在一場比賽 尤其是一個好看的比賽 裝個陷阱讓對方跌下來 這個是應有之道的 但其實我也有很大的風險 因為對方如果是懂得怎樣 更加劍走篇峰的話 彈上來他就會更加贏了 中央和香港之間的一種信任 一種融合 但正正就是我不能夠同意 一國兩制的成敗 是來自信任和融合 一國兩制是來自互相尊重 互相去節制大家的權力 以及這個權利 我同意是要互相尊重 但這個尊重也要同時有一個互相的信任 否則談何尊重呢 我先發難吧 那條題目就是自毀長城這四個字 是成語 三方面的解釋都不同 香港電台播放了彭定康那條片 那個自毀長城就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是吧 長城被你香港人 某些人毀壞了 你劉偉聰大狀 長城是代表統一 代表專制 好嗎 我們是香港人 我不要統一 有這樣的意思 厲害 勞役 很厲害 我想問一下你知不知道詞位長城 為甚麼才我問問金文鋒 問你長城 當然在秦始皇當時 把幾個國家的長城連在一起 就要保衛他自己秦始的國土 所以我將他定義為 保衛我們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就說劉大狀 他這樣開始 厲害 這樣開局是很聰明的 因為他設定了陷阱給對手 我以為劉大狀 一定是我們要鞏固或支持這個場 但他說第一句不是 要拆 那我呢 厲害 立刻上廳 為甚麼你說拆 原來他將長城推到秦始皇暴政 大一統的歷史文化象徵 厲害 就不是代表基本法 這樣我覺得可以的 那你的對手一聽到的對方 說有拆位 他一定要說鞏固 好了,你以為鞏固就中招了 中招 如果一定要鞏固 大一統 一國兩制 兩制要不要驅隔 當然要驅隔 如果不是江澤民 怎會說井水不賣河水 長城是反動的 其實長城很簡單 反動的 是反動的 長城可以是全世界離開地球 看回來唯一的人類偉大建築 就是長城 這個不是真的 這個實在 這個早就這麼說 代表中國人那種光榮 那種以往的歷史輝煌 你慢慢就自己說 你自己心目中的長城 之後慢慢說 就不要中計 我猜 你贊不贊同 香港 一國兩制 兩制之間的區隔 是應該有一個長城 當然要有 其實一直都在說是有區隔 但是有區隔 不等同於反對融合 也不等同於反對互相信任 這一直都是我說的說法 彭定康心裡的長城 就是在說一些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香港 我們這些人仔 能夠做甚麼 就是一個和一個在一起 一磚一瓦 一石一土 用來扔 慢慢建出來 用來扔 不是,我們先建 一樣可以拆 我們先建 不要這麼負面 我們能夠做的 就是如果有人去拆 我們盡快去補 有人要破壞法治 我們起碼法律界的人士 就不要助紂為虐 不分青紅造白 長城是我們的 市民看到過往的九個月 拆一磚一瓦的似乎不是政府 拆掉所有香港的東西 都不是我們香港的奉公守法的人 阿Po,你剛才… 你說這些是真是… 你們警察罰了點,這樣打人 大佬鬥心口開槍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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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武力,你不斷開槍 你現在說炸磚頭 我不是說警察那些 我不是說警察都適合 我想說我的議員辦事處 就是被人扔磚頭,弄壞了 所以是有的 我想說一件事 阿森價值是多少 不用你說了,其實電視也有 其實我們看到這件事 究竟是否只是有權有勢的人 才可以持會長城 我覺得不是所有人都是… 說香港會玩完 甚麼人搞定香港 現在是… 不是那些年輕人出來示威搞定香港 是你這個特區政府 是共產黨搞定香港 不然現在是… 這個長城給誰捏呢 要有權有勢的人才會捏到的 香港人自會長城 其實當然也包括香港政府在內 香港政府也做得不好 我們都承認這件事 年輕人走出來 為甚麼呢 他真的缺乏了信任 對政府缺乏信任 對中央也缺乏信任 這是事實 所以其實最後的因果 是因為缺乏信任 金先生,你也是年輕人 你信不信任政府 如果政府做得好 我們就要支持 現在我們看到政府做得好 有很多事情都做得不好 我自己是不信任政府 整個能力 包括剛剛提到 他為甚麼要一萬改三次 這也是能力不足的問題 今天這個叫做長城的問題 是 基本法是一個長城 是吧 我們也知道了 是一個區格 現在最新的就是這個長城 又多了一個洞 是 就是基本法第22條 最新的這個爭議 兩年前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聶德權在回答范國威議員的時候 明確說 很清楚 中聯辦是受基本法22條規管 如果聶德權搞錯了 即是特區政府搞錯了 十超過十年 這個這麼重大的是非問題 那聶德權是否誤導香港市民 以及他要辭職 是不是他要問責 高官政治問責 你說應該不應該 不論中聯辦 港國辦是否22條機構 這個有… 對,咬下的 最終可能要釋法處理 不過有關的事項 尤其是否屬於他們參與的事項 是否相中涉及到第二章中 中港關係次務 因而他們的參與 都不違反基本法 不違反22條 這個就有得爭論的 給他一些資深的 我覺得… 有資深 看兩位就是我這次看 誰犯錯犯得少 是吧 我一開始就知道這個劉大壯 是從虛那裡玩一個叫撥卵 叫做Paradons 他明顯就設一個陷阱 而他設了這個陷阱 其實他有很多漏洞 那我就等到看看 那位金先生是否會回應 但他回應的過程中 犯的矛盾和漏洞越來越多 我不是完全同意這個說法 尤其是當你如果要設局 我覺得他設局的基礎 的基礎完全不足夠 你把長城等於暴政 我這個不能夠完全接受 但我覺得他的反應 互相互動之間 有時到達金先生 有些面對面打回應的項目 在這位劉先生是沒有處理的 但我覺得劉偉聰有準備 他就是因為有準備 他才去曲解長城,對吧 蓄意曲解長城 誰都知道自己在長城為甚麼 這是事實的 所以我跟才智的場一樣 他聰明,對吧 很陰濕 好,開門,先開座 無論輸贏也好 起碼讓大家看得開心 那些評判也有一點驚喜 他們說我劍走偏鋒 這是在我們很多時候 現場比賽裡 第一個介條就是 不要讓對手猜到 我相信未必有很多對手猜到 我這樣開局 早就說了這些比賽 其實就是… 那個輸贏忽然一開始 跟本身的政見很有關係 如果我說的話 如果他根本都不同意 就很難會繼續支持我 他們作為前輩也鼓勵我繼續努力 都希望可以成他們貴然 可以繼續努力 可以繼續進步 我們會繼續留意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拜拜